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集我们很高兴请来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副教授任卓星医生 和我们谈谈疫情后儿童近视的问题 任医生 你好 任医生 你好 任医生 你好 任医生 虽然很多人都有近视 但未必很清楚近视背后的原理 可否简单和我们讲解一下 近视其实是屈光不正的一种 我们讲着我们的焦点进去我们的眼睛 例如相机的焦点就去不到非林视网网 就去到眼睛的前面 这个就叫屈光不正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不知道 原来是因为眼球不断拉长拉长而导致这个情况 知道中文大学一直都有就疫情期间儿童的近视数字做一些调查 可否和我们讲一下调查的方法 或者我们看看这张图 我们的调查里面 其实最主要是分了两个群组 第一个群组就是新冠疫情组 它就是在我们新冠疫情刚刚开始爆发期间之前 2019年12月至2020年的1月 我们开始跟进709名的小朋友 对比一个对照组就是过去2020年之前的3年 我们都跟踪了1084名的小朋友 全部都是六至八岁的小朋友 他们的性别、近视的度数各方面都是接近的 我们就是看这两批小朋友 在新冠疫情组的八个月之后 其实它的度数增加了多少 它近视出现多了多少 而对比我们的对照组做一个比较 对比这两组的数据 在他们的发病率和加深率有什么发现 我们发现第一 就是原来近视的发病率 在新冠疫情组 平均一年的发病率是有30%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一百个小朋友 他们起初是没有近视的 在疫情期间一年之后 就有30个会变成有近视 而相反我们的对照组 就是说我们过去三年的一个追踪的比较 大约的近视发病率平均每年是12% 这里是2.5倍的分别 刚刚说完发病 那加深方面有什么意思呢 加深率我们也看到 原来在新冠疫情期间 近视加深一年里 小朋友平均是加深80度 另外对照组加深的速度 大约是41度 这里也是整整两倍的分别 我们稍后再讲一下研究所得的数字 疫情期间难免会留在家的时间长了 相信很多小朋友 无论是娱乐还是网货 都会用多了一些有萤幕的东西 用得多萤幕 为什么对眼睛不好呢 因为萤幕其实是一个很近距离的活动 当小朋友沽看萤幕 特别例如电话 或者一些平板的电脑 其实里面是一个很近距离的情况 当我们眼睛进行一个很近距离的阅读时间 我们就会容易导致近视不断加深 长时间小朋友看一些电子的屏幕 是会令到近视加深得很快 当然也多了很多小朋友会说 我的眼睛很累、很干劫、很痛 认证都是因为多了使用电子屏幕 我们的眼睛斩眼次数减少了 都会导致眼睛有干劫和有累的情况 可能有些家长听到 整天小朋友对着萤幕 都会跟他们说 那去多些户外 知道都有一个叫户外时间 其实户外时间是指什么呢 为什么外出是对小朋友的眼睛健康那么重要 户外是十分之重要的 因为户外让小朋友能够可以看多些软的东西 不单只看多些绿色东西 更加重要的是在户外里面 我们能够接触光度够强 原来当光度够强的时间 就会刺激我们眼睛分泌一些 赫尔蒙、多巴胺 这个会令到我们眼睛的眼球 拉长速度减慢 从而可以帮助到近似家心的情况 可以得到舒逢 一般会建议小朋友 他们的户外时间大概多长是最好呢 这个问题十分之重要 在观众的家长大家留意 我们现在国际上说 一天是两个小时 一个星期加加万埋 是希望能够有十四个小时 在户外的情况 最理想的小朋友 每一天就有两个小时户外时间 我们不如看看 其实疫情之后 他们用屏幕和户外的时间 有什么分别呢 在我们的调查里面见到 使用屏幕的时间 在疫情前 香港的小朋友已经是很多 疫情前的对照做 每日平均是两个半钟 但是在疫情期间 大家在家里面 原来小朋友使用屏幕时间 去到七个小时 这是一个很大幅的提升 如果在户外时间方面呢? 户外时间在疫情前 其实香港的小朋友的户外时间 都是不足够的 其实每日平均是75分钟 一个小时多些 但是去到疫情期间 大家在居家抗疫的时间 小朋友户外 原来每日只有24分钟 其实本身也不是很达标 最好是两个小时一天 但是本身最高都是75分钟 那小朋友有什么原因 他们可能心近视会心得特别快? 其实如果和他们的屏幕时间 和户外时间有没有关系? 这两者是十分之有关系的 当然也是如果小朋友 有些家里有些爸爸妈妈 如果他都有心近视 我们发觉如果父母都有心近视 小朋友患有近视的机会率是12倍的 另外如果发觉小朋友很小 四岁、五岁、六岁 已经开始出现近视了 原来他的加深的速度 是会越来越快的 亦都是我们小朋友 在六岁开始有近视 去到十三、四岁 才开始稳定、减慢速度 所以越小有近视 它变到深近视的机会率 就大大提升 如果小朋友近视太深 长远对他们的眼睛健康 会有什么负面影响? 其实近视加深是可以很严重的 原因是我们不单是眼镜戴厚些 度数变深 而是眼球不断拉长 如果一个深近视的人 患有一个黄斑病变的机会率 是850倍 患有因为近视拉长 导致有些视网摸地方会薄了 视网摸出现穿洞 和视网摸脱落的机会率是12倍 另外出现白内障的风险 是4至5倍 患有青光眼的机会都高出3倍 经常都说疾病最好就是预防这部分 但我知道很多家长都很两难 尤其是现在疫情期间 他们经常都要留在家 因为希望减低感染的风险 同时他们平时外出的机会 都变成网课 又不可以去玩 都要留在家看电视 会不会有什么建议给家长 就算我们留在家 我怎样可以令到小朋友 可能他们近视的机会减低 或者起码都没那么快 这个也是一个很艰难的时间 所以我希望香港的各位家长 都大家一起努力 特别在一个电子屏幕的使用 我会建议在网课时间 第一一定是使用一个比较大的屏幕 是较好的 千万不要用手机电话 手机电话是很小的 有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会用一些 叫做平板的电脑屏幕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能够搏去一些电脑屏幕 电视机 一些相对来说较大的屏幕 其实当屏幕较大 我们小朋友所阅读的距离 就会由一个短距离变成一个中距离 这样也有效可以舒缓到 小朋友眼睛疲劳 和过渡阅读的一个情况 我们经常都会听一些说法 就是可能看下软的东西 或者看下绿色东西 其实对眼睛好的 其实这些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近距离的阅读 是可以导致近视加深的 所以在这里也希望家长 可以帮小朋友养成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 如何为之良好的阅读习惯 有三个方面 第一 不要太长的时间 我们阅读半个小时 是一定要小朋友 隔一个break 30秒 起码30秒 去看一些远距离的东西 令到我们的眼睛 可以一个放松的状态 第二 不要太近的距离 我们小朋友最起码的阅读 无论你写字 看屏幕 都一定要有一尺 即是30cm的距离 你越近 其实会导致近视加深的机会越高 第三 不要太暗的环境 我们阅读一定要足够的光线 最好有两盏灯 有桌灯和房灯 令到我们阅读的时间 那个光度是够充足 家长如果可行 最好在阅读的时间 可以靠着在窗边里面 让到一些日光 可以照射在小朋友阅读的环境 亦都对阅读的减慢近视加深 是有帮助的 现在可能疫情 还是有些严重 如果到疫情的情况 放缓少少了 你会如何建议小朋友 其实小朋友在家里面 大家都有很多需要 希望可以舒缓我们的根骨 所以在疫情放缓 在一个安全情况下 我建议家长多些户外 希望能够一日有两个小时 在一些空旷 没有太多人的情况 去接触多些光度 对眼睛的健康 对身心灵的健康 也有帮助 今集多谢任医生长续的讲解 我们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